面对5G时代的来临 非常重视科技的县长徐真卫 特别率领着局处首长 拜会了经济部的工业局 远传电信公司以及相关的单位 希望透过这个标杆学习的行程 运用企业科技的经验 化科技为贬立 提升政府的行政效能 来打造花莲的智慧城市 县府一行二十余人 首次拜访经济部工业局 吕正华局长 对于热情接待 他表示花莲老年人口比例 居全国之冠 并且分享屏东竹田西市村 乐园区推动的智慧医疗 科技运用及西伯伦公司 智慧学习村远距智慧教学的 智慧教育经验 期盼作为花莲的借鉴 市长其中表示 英法族的生活以及学生教育 都是他最重视的事情 花莲县政府与工业局合作 推动多项智慧城市生活 应用发展计划 表现是相当亮眼 相当感谢工业局 全新权益为花莲的武士奉献 同时也指示 卫生局、社会处、教育处 绝起今天的宝贵经验持续为花莲的智慧建设造桥来铺路 这里第一个智慧城市以及 花莲县市所有英法族人口最多的地方 百分之16.08 所以在远端智慧的医疗的部分 这也是非常的重要 以及智慧交通预告系统 这很重要 因为老人家不耐等 所以其实要做的方方面面非常非常的多 所以在这里今天我想一个小时的时间真的不够 但是如果我们能够把方向明确出来 我们的工业局也可以跟我们分享 跟其他的县市的合作的模式 或者是我们现在正在进行中 以及现在国家未来在推动的前瞻的部分 我相信在这个部分 我们会很快的把这个结构起来 相同团队第二站来到 远传电信股份有限公司 由景奇总经理接待 并且由远传专业人员向团队进行智慧路灯 智慧城市科技 智慧新能源 智慧医疗 以及智慧战情室展示解说 其中会表示 智慧观光与智慧交通 是花莲经济发展的重要关键 花莲拥有三大智慧观光服务 包括多元支付导客服务 观光旅游数据创新运用 以及及时旅运资讯服务 如今通过远传的创客尊严 取其为了能够延展出智慧科技执法 智慧停车 智慧路灯等面向 减少违规事件 降低事故发生 提升交通安全 并有效地减轻远景的人力负担 第三站 幸福团队则是前往中兴保全科技公司 由副董事长林建涵代表 分享智慧城市 以及大数据的分析 并且带领团队参观智慧城市展示中心 信心导览解说详尽 让创伴者对科技运用有所启发 最终在拜访神通资讯科技股份 有限公司苏亮董事长 充分交流神通在智慧城市发展上的行入历程 许众会分享华林智慧农业的发展蓝图 今年4月份已经开设了 AI无人机智慧农业专班 运用热门趋势科技 AIOT 启动无人机和AI智慧农业商机 苏董事长表示 双方有此机会互相学习 并且大力赞赏华林的智慧城市发展 目前华林智慧化发展目标为 智慧生活、智慧环境、智慧经济、智慧社会 以及智慧规划治理等五大面向 如何作为科技融入生活层面 以及各个产业领域 实际应用将是成功 华林迈向智慧之助的一大步 记得终于台北视频道